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今天我们来蒸馒头 传统的馒头是用面肥来做的 但是考虑到不是家家户户都存着面肥 所以我今天就用酵母来做 即便是用酵母通过长时间低温的发酵 也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馒头 酵母用温水化开之后倒入面粉 给它稍微揉一下,揉到均匀成形就可以了 不需要揉很久 然后放到冰箱里隔夜发酵 第二天,从冰箱里拿出来 放到室温下,接着发酵两个小时 发酵之后,你的面团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兑一点碱水 把碱水化开之后放到这个面上面 稍微搅拌一下,然后加入面粉 你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开始怀疑人生 为什么我的面团已经很硬了 我的碗里还有这么多的干面 小高姐给的配方到底对还是不对啊 没有问题,你接着往下揉 你揉到完全没有干粉的时候,你就拿出来把它一分为二 然后换着揉面 这边揉着那边醒着 你刚开始揉面的时候,这个面团的表面还有内部 它会有很多这样的干面点 你揉着揉着,这些干面点就消失了 等它完全消失的时候就可以了 这个大概是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给它下剂子 这一个剂子是100克,蒸出来是二两的大馒头 因为这个馒头的面团它非常干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保湿 用一个食品袋把下好的剂子都装起来 然后拿出来一个揉 你揉面的时候是由外向里揉 这样你的馒头蒸出来是有层次的 你放的时候也是按照顺序放的 这个是第一个揉好的面团 我们拿出来 我教大家怎么给馒头整形 你折一下,按一下 然后换个方向,再折一下,再按一下 这个时候你馒头的面和底就出来了 剩下的你就是用大拇指和虎口的这个部位 再收这个口 你这个时候手心是空的 不要去压这个馒头的顶部 你完全收好之后呢,把它拿起来 用手轻轻的给它收个口 然后用两个手给它整个形 这个馒头的形状就很轻松的做出来了 壁上刷一层油 然后馒头发酵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这个时候你不要盖盖子 我们就是为了让馒头的表面有一层硬壳 这个馒头在出现硬壳之后呢 增强了它的支撑的力量 减少了它回缩的可能性 你检查一下锅盖 如果你的锅盖像我这样的锅盖的话 它就会滴水 我们要给它换一个锅盖 用布包锅盖的目的是 为了让它在蒸的过程中 那个蒸汽可以均匀的散发 就好像那个笼屉的感觉一样 凉水下锅,上汽后转中小火 蒸25分钟 蒸好之后呢 你等它那个热气完全散进之后呢 再接盖 馒头蒸好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表面上有小小的坑洼 这个对于手工馒头来说是很正常的 超市里麦的馒头表面上非常的光滑 那个是加了面粉改良剂的 我这个馒头是自己吃的 所以就不加了 这个馒头里面它没有盐 也没有泡打粉 也没有糖 完全是靠长时间的发酵 而唤醒小麦中的天然的香味 这种香甜的味道 简单的白糖是无法比拟的 所以你吃馒头的时候 你会越嚼越香 越嚼越甜 这样的馒头你是买不到的 你只有自己做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请你点赞 订阅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